躺在病床上 表情痛苦 因為圍捕犯人 游行遠景 緊追受傷 不僅人員受傷 槍戰現場 超商大片玻璃碎裂 門框整個撞凹 齊樓桌宇全部散亂倒地 二二八廉價 通往彰化百果山遊樂區的這條道路 出現宛如電影般的驚恐現場 讓步驚民眾全都嚇傻了眼 很大聲喔 雙人座這樣扁很大聲 兩聲 駕駛那個 有放到那個 下來了 他的有中傷 就強要倒在那裡 我才去旁邊看 蠻恐怖的 那個昨天我去拜拜 衝撞槍擊現場狼藉 但是車裡頭的嫌犯卻是成功脫逃 讓警方遭到質疑 安全無語之下 對這個涉嫌的車輛是用槍 他是都從我們他的走側的前輪跟後輪 包括後面做射擊 車殼上留下清晰彈孔 但12槍都打到了哪裡 左前輪框 右後門 左後側方向燈 加油孔上兩槍 警方開了12槍 車中5彈 但卻都沒有打中輪胎 讓嫌犯囂張一路開車 最後成功逃逸 訪查附近的基本是說 當時有兩個人犯 從車上逃逸 嫌犯開了這一輛銀色小轎車 擋風玻璃 車窗上 全都貼上黑色隔熱紙 警方目前只能透過募集民眾 推測嫌犯是兩名男子 這部分我們現在 已經有掌握到窃嫌 那窃嫌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在崛起中 嫌犯一路從台中開車 逃到彰化 警方最後在車上 卻沒有採集到任何的嫌犯指紋 卻因為嫌犯脫空時 還有時間用水清洗過 現在警方只能靠 微物激證來搜證 警方連開12槍 撞壞警車名車 最後卻還是讓嫌犯成功脫逃 也讓警方現在 飽受壓力 記得陳廣瑞聯運VSNG小組 在台中彰化的採訪報導